做江先生訪問 很榮幸 很開心 就這樣好像 講過江先生 可能大家未必很熟悉 但是如果講過江先生 他曾經做過 投資過 製作過的電影 大家就會覺得很厲害 有我虎藏龍 小城之春 英雄 千里酒丹契 滿城 盡大黃金甲 釋戒 殺人犯 海人天堂 韓戰 一二 捉妖記 一二 梅艷芳 毒涉大狀 及即將上映的焚承 我第一句想問 你這麼久以來 不要介意我直接 你賺多還是虧多 肯定告訴你 賺 嗯 賺錢的 沒有高點是大賺 投資拍電影 及投資電影院 是兩樣怎樣不同的生意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某程度上 電影院是一個很長遠的投資 是一個 隨隨便便一個租約都十幾年的 二十年都有的 你提供了一件事 昨天戲院是二十年的投資 所以它是一個這麼長的生意 電影 眨眼看是一個 咦 今天投 拍完 頂籠不是幾年 有些年紀就做完生意了 就可以走去了 可以又去別處了 但是我 或者我們公司 從來都覺得投電影 等於投電影院一樣 是一個很長遠的生意 我第一天投第一部電影 我都沒有想過投一部電影的 我都是想著 這個是一個很長遠的事業來的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計算 我估計我沒有試過整天埋單 現在計算我現在的記錄 我從來沒有試過這件事 我有些像是美國那些公司的思維 他們是一個很長遠的 對於這個industry 這個行業 他們是抱著一個很長遠的態度 玩賭博 或者玩客 我從來都沒有的 我從來都好像是電影院 一個很長遠的機會 尤其是電影中心 上演的電影 除了很主流之外 你也帶了很多非主流的電影 其實你也知道那些觀眾可能相對少 票房保證更加不安全 但是他們的同事是怎樣說服你 肯定繼續做這件事 去推進一些香港 整體的電影文化的生意 在電影中心這六個字裏面 我只是claim一個credit 這個credit是當初是我要做的 我八幾年的時候 你有研究 你有看過我那些 我是很早就做電影那件事 八幾年就做了 那時候我是覺得 香港為什麼沒有藝術電影呢 因為我那時候我經常去康城 很多地方買片 我接觸到很多 我有很多朋友 這些是拍電影節電影 當時香港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唯一有機會就是香港電影節 所以我個人是很喜歡不跟常規 我喜歡爬冷門 香港就是一個國際都會 是有需要有這件事 是一個生意 那我就在灣仔開了一間 叫做Columbic Classics 叫做新馬戲院 在灣仔英軍中心 開了之後都成功的 我就想想要在九龍那些人怎樣呢 我就去開了一間在油麻地 當然那個地方是很奇怪的 在那裏 不過就開了在那裏 我的credit就去到這裏 接著電影中心的命運 就是後面那幫人 第一屆是王國少 事後就是Gary Mack 完全是他們的功勞 我也想說電影中心從來沒有賺過錢的 另外一個功勞就是 那個電影中心從來都是每年都在虧錢的 但是他又不是他虧到我 虧到公司還不起 如果拉近電影中心那樣東西 它不是一個賺錢的東西來的 它不是一個賺錢的東西來的 反而我跟你說 我是投資在整個industry 裏面 這個裏面有些東西是有賺有虧 經常有的 我預了虧的 那你怎麽會想著認真不認真 但是我自己認為需要 我認為這個世界需要 香港觀眾是很有福氣 因為可以說近年這20年 20多年的康城金鐘裡的片 香港都看到的 全部是安樂買的 全部是安樂買的 全部香港都不能收的 都不能收的 但是他們看到 因為我們電影中心的人 我們不是很介意虧不虧本的 但是這件事是香港需要看到的 雖然你說不claim任何credit 但是事實上真的很難 這麼多年來不賺錢 交給同事搞 比如說電影 非主流電影 剛才說的 賺不到錢 那有什麽令你 再繼續去信 去繼續做這個生意 去做下去 我剛才說的 我做的生意 我們經營遠善 拍戲 發行 我們甚至也有參與做 泡谷台 movie movie 那些 你要拌勻計 你總不是續航計 一個答一個 總之電影的東西 自己能夠做得到 就做了 其實我也想做很多事 不過做不到就做不到 總之這件事 我自己 你不介意我也有時間 我講講 我八幾年的時候 是很沉迷日本漫畫的 日本動畫的 如果你看過我的成就 是我引進攻其進來香港的 所有日本漫畫動漫 我都是我代理 我也是在香港出過一本 那時候我們想學那個 那些什麼的線都出過的 那時候很沉迷 但是後來就 沒有繼續 你喜歡動畫還是漫畫 兩樣我都喜歡 兩樣你喜歡 我在日本 我日本那時候是很多朋友的 小池一夫 公其進那些 全部都是我朋友來的 當時很厲害 你帶了公其進進來 《天空之城》 《風之谷》 之前那些動畫 是比較小孩子看的 而這件事就帶到 給連成人的觀眾 變成了這件事 很高級 很有型 一個一個 在動畫看到很多 很成人的世界的東西 80年代我是 你看到我沒有拍戲 我很少拍戲 但我主要是做發行 我們的發行的金句就是 我們的宗旨是發掘不同類型的電影印進香港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對電影的信念是 電影原來是沒有分區域的 是沒有分地域 電影只是分好看與不好看的 我整天都覺得 所以我在80年代 我和我們團隊的人 是專門去找不同面孔的人 伊朗 北歐 南美 我很記得當時 除了龔其進那些動畫之後 到了90年代 我又在那裡 吹谷自己 韓國片也是我們大的 韓片 由第一部Siri 都是我們安樂大學 其實我們的信念是 為什麼不韓國片 為什麼不伊朗片 後來印度片也是我們的 我有個信念是一定要不一樣 它覺得新鮮 這個是我當時很大的滿足感 但這個很冒險 而且要有一定的資本才能做到 都要 你說得對 當你看得很長遠就沒有所謂 我不會逐步計 我做發行 我第一部不是發行日本加工片的 Hannah Barbera 叫做Hidy Song 嘩 蝕到眼睛 那時候蝕了百萬 第二部才是公其準的 當你看到這件事 是很長遠的 你就不會看解懷 你接手了安樂去做發行 當時香港電影 大家都說姓勢 雖然邵氏可能拍少了 有家和 新界城慢慢慢慢出來了 你和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或者你當時看到這些比較 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電影公司 你們心裏有什麼目標 有什麼想法 沒有 坦白說 我也要坦白說 很實際的 我父親開始是做電影院 為什麼後來會有做個安樂的呢 做電影院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沒有片做 實際 沒有人 那些人不給他做 他就自己 好 你不給我 我自己去買 他去買 成立了安樂 他還買了這部電影 就是因為沒得做 所以 你問我 為什麼 做電影院 就是那個理由 我們完全是 推動於 叫做 你想生存 你想做下去 在八九十年來 江輝時代 我們已經有幾間戲院 有自己的戲院 我們那些戲院 也有貼著軟線 那時候我們也賺錢 因為江輝 因為我們的戲院 有份做 我們戲院也賺到錢 那時候是一個 真是黃金時代 到現在都是 津津樂道 是那個年代最好 但是 發行 那時候根本不需要 買太多片 因為 是黃金時代 每個星期 還是兩套 打架 多到這樣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都會繼續 我們 有時候 不是每天都過年的 我們就賣了 我們是推動於 要 我們要餵戲院 所以呢 也講後一點 後來為什麼拍戲呢 就是因為 這個 不夠飾 戲院不夠產品 對不對 所以要去買更多片 但是在九十年代 九十年末期的時候 那時候 香港電影已經 嘴嘴聲 黃亞波 已經不行了 那我就開始 在買片的世界 是很競爭 很激烈 那時候 你想想 連家和都不去拍片 再買片 但是買回來的片 讚同市 你看回以前 有沒有能猜 有沒有能看的 這個你要比較 那就真的要靠 有眼光 你看看誰 survive 就是這樣 都是講眼光 都是講眼光的 有人比我們厲害 很多人比我們厲害 是講眼光的 那時候看很多東西 就是看 等於賭錢 如果你多了一點 你多了一點 為這次出不出呢 是不是 這些東西 都有一些巧妙的 賣片那樣東西 因為那時候 不是看完片買的 是看劇本買的 看劇本就賣 看劇本就賣 就搶的了 你很早期 已經和內地的導演 合作談 李安 張艾牟田 撞撞撞 他們拍電影的思維想法 是怎樣 有什麼是令你覺得 開眼睛很不同 覺得很有趣 當然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出身 為什麼要電影中心呢 我對另類電影的東西 我很多朋友 都是這些級別的導演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那些東西 看他們那些電影 譬如張艾牟在80年代 很多電影都是我發行的 李安那些更是第一部開始 我就發行他的戲 我在90年代的時候 都想拍香港片 你問他 我找過阿瑞 我找過阿偉 我找過阿偉 我找過陳沐勝 不過不輪到我 李安 張艾牟 都是一個緣分 我做了十幾年的買賣電影 我對於世界市場是很熟悉 很熟悉 很多朋友 所以 我和他們兩個拍電影 日一的視野 都是比較遠大的 例如拍俄虎藏 我沒有想過是看香港市場的 英雄都是 我沒有想過的 我們當時想的視野都是 我們要把中國片衝出世界 因為成龍 李小龍那些成績 已經打好一個很好的基礎給我們 外國人不是不喜歡我們的東西 我覺得是時候要給他們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又是天天都功夫 我們要想不同的東西去打世界 是 福射 你絕對連逃生的機會都不給他們 撤退 公所福射消息 你們坐在冷氣房 究竟知不知道下面幾個危險嗎 他們困在裡面 等得 被觀雙別甚至死亡 你們不要亂來 你有什麼得起嗎 不可以這樣說 分成的個案是因為我看了一個 當時我們有個開發部 我們有個團隊專門找題材 他們開發部 引發了一個人拿一篇報道 拿一篇Time的報道給我 那個報道是在說這些發達國家的 有毒的電子垃圾 居然無聲無聲無聲 沒有人知道我們一直被運到來香港 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發達國家來了香港 我說電子有毒電子垃圾 他只說有毒電子垃圾 這件事當時很觸動我 為什麼我自己都不 2016年的 為什麼我 有這樣的報道 這個報道 還是香港的報道 在亞洲拿了仗 為什麼我不會 我不會知道的呢 全香港都沒有人知道 都沒有人關心這件事 我是在說關心 我是想說關心 不是在說 我不是在說 我不是在說 我不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引子 但是我最關心 為什麼我不關心 這些危險的事 我就因為看中關心這件事 我就去跟這個 我在說香港人 我在說不關心 我就開始編劇 開始去編一個故事出來 我們想說的故事 是在說香港人 那件事 但是其實都很真實 而且你說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 香港一塊這麼小的地方 但是就把世界這麼多的電子費用 就放在香港 是永遠留在那裡 有時候都會轉走還是怎麼樣 原來是一個生意來的 原來這些生意 那些公司 現在還在那裡 現在還在那裡 賺大錢地經營著 不過它不是在香港經營 它是在馬來西亞 如果你現在去馬來西亞 那些報紙經常都說 它在馬來西亞東岸 被這些垃圾 現在吵遠巴掌 現在在馬來西亞 是來香港轉運 拆了裡面那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剩下的那些殼 你在電影看到裡面那些殼 有些買走去別的國家 剩下的就是在香港燒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 每年 每個月在新界 現在都有人報火燭 因為它那些人在那裡燒垃圾 那些污水在那裡都有 電影中焚成這樣 那些色137 是可以這麼大件事的 這個是 是個幻想 突然有機會會發生的一件事 我們有問過 這方面的專家 色137 是一種物質 是有高度放射性 全世界政府是默許可以商用 我們叫電療衣 就是用這些東西以來 在那些工地裡面的測量 現在是在世界供應 可以用在商用的 所以添加會接觸到我們 這件事我們有查 實在是有的 亦都看過報道 2008年聯合議員都不見了 民主十幾個小時才公佈那件事 但是又沒有意外發生 沒有毀碼香港 但是確實是有這件事存在 其他人說我不相信的 但是你說我會相信 拍了二億計 那個投資金額 都今天來說很巨大 要拿筆這樣的錢出來投資 香港電影 在今時今日 有沒有冒險的感覺 冒險一定有 你有沒有想過會蝕本 沒有 因為我們公司 你問我們 我們 拍電影那件事 就說 對我來說 不是每部計的 這部虧了 那就下部賺錢 我 我們是這樣想的 拍獨屍大狀 我都可能會蝕本 為什麼不會蝕本 但是 你問我 會不會擔心他蝕了 我沒有 我為什麼不擔心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們全隊人馬 浪費了幾年去開發 開發 開發了三年去拍 我自己看完 那個end product 我自己很自豪 等於戲裡面 我相信香港人 我相信他們會來看 我相信他們會支持這些電影 它不是 它是一套很大型的商業災難片 我相信他們會喜歡 我自己看完 說真的 我都衷心喜歡 還有我看到很多 除了你金錢投資的東西 裡面的電影 很多方面都很大膽 包括 很久沒有看過 除了會講香港環境的危機 講政府裡面 有可能的權力鬥爭 講一些財物 怎樣掩著良心做生意 擔心香港 這些這些 其實我們已經 有一段時間很久都沒有見過 你也是會怎樣去 給個寬容度 給大家去拍 和去講這個故事出來 沒有的 沒有的 這些故事 這些故事 一定要做到那樣東西吸引 劇本一定要不一樣 我就是要帶給香港觀眾看到 香港是會有另類新更特別不一樣的題材 不一樣的題材 這個是我們追求的一件事 我覺得香港電影往前走 必須要有不同的類型電影 香港有很多電影 是有很多社會意義的 非常精彩 例如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少年日記 那些都是非常精彩的 但也有些是純商業的 例如我都很喜歡的九龍城寨 這個很極端的成功的香港 這個很有社會意義 這個很有商業性 我就是相信這件事 不計成本我要拍 我又要有社會意義 同一部戲裏面 我要精彩無倫的商業 又多元化了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 當先生你做了電影 五六十年 現在很多人都說 當時你說過九十年代 有些時候已經開始要下滑 要你去製作電影 現在 是不是你見過香港最艱難的時候 無論是電影業 或者其他整個社會 非常 非常 非常嚴峻 大家在看那些報道 那些說幾部片拍 失業 所有都是真的 所有都是真的 有些未知說 整年沒有公開那些是真的 只有更慘 只有更慘 沒有誇張 是很悲哀 是很悲哀 是 你覺得這個趨勢 大家都說到這麼差 你望不望到有些柱鋼 你說我自己是 我是相信的 我是相信的 第一 我見到現在那群年輕的導演 他們真是厲害的 更見到 我們這幾年 你見到我們的戲 是不停用很多年輕演員出來 由我們門迎方開始 成本這麼貴的戲 我竟然敢用一個新人 但是我又找到古天樂來陪他 這幾年我們很多人 都致力去給機會新人 他們也不負我們所得 問題就是 我們的電影基金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做了很偉大 他發掘了很多這些人才 不是他們 是不會有這麼多 這麼聰明的導演成長出來的 他們做了很多 但是他們唯一沒有做到 就是他們沒有幫到那個工業 他們做了很多人 但是他們 他還沒做到那件事 我希望他們 如果看到這個報道 希望他們做多些事 關於那個industry 你怎麼幫到那個industry 那件事 例如具體有什麼 你覺得他們應該要做 我不知道 他比我們厲害很多 我只是知道 我知道幹什麼 我知道幹什麼 我是只知道 將香港電影拍好 拍好 我是因為我認為 你將電影拍好 自然有人來投資 而且那些錢都沒有電影基金那些那麼麻煩 只要你能告訴全世界 拍香港電影是賺到錢的 不識不出三分鐘 一定有人來投 做生意 中國人 香港人最厲害的 你能告訴別人賺到錢 就是這個 所以 觀眾站出來支持電影 令到全世界覺得 拍香港電影是可以賺錢的 明天全世界開工 立即復速 但是這個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 那樣東西就是說 講是很容易 但是呢 我相信 但是你要告訴別人 你要證明到賺錢 那樣東西是難的 我自己覺得 你拍好電影就有人來看了 講回剛才 其實說 現在最差的時候 其實 實質的狀況實際是怎麼差的呢 觀眾少 觀眾少 最重要是觀眾 當觀眾不來看你 觀眾少的話 觀眾離棄你 現在我們不好的 觀眾越來越利棄 先不要講我們自己 香港 其他地方的觀眾 對香港電影都越來越利棄 觀眾是老闆 是對的 我第一天做電影 我都知道那些是老闆 現在老闆不喜歡我們 那我們要想辦法 叫那些老闆 吐氣到老闆 但是現在你要怎麼分析 現在那個很奇怪的狀況 香港電影呢 普遍會覺得 非常一個淡靜期 就是小戲開 有些觀眾離棄 但是又近幾年 有些電影突然爆出來 是破了票房紀錄的 你的電影 是離奇地有冠軍名的 就是之前 《韓志遠2》 那破紀錄一次 然後再到《讀施大狀》 我又很自豪地講 我每一部電影 你講的那些電影 都是七年的孕育 七年的 就是很多人 是花了不眠不休地 做七年那樣東西出來的 《梅艷芳》那些 我每次出來 是 大家看到 是很用心 這幫人 這幫導演 我們是很認真地 覺得我們自己 是想看一個 電影工業的一份子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玩玩一下 可以這麼說 去製作構思的電影 去到五、六、七年 其實它的投資是相當大的 當然 所以我不是說 我們 你都說 所以我們是幾十年的 我們是看很遠 我們對電影不是看 即時的 你一定要看 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 我呼籲大家 如果真的有電影 想遠一點 不要想 不要想 玩玩一下 不要來 不要搞 香港的市場 相對真的很小 例如梅染坊 香港已經很叫做 但我相信 對比你的投資 都已經 都仍然是 不會 差很遠 你也都很用心 去內地走遍 去做宣傳 即是是不是要這樣做到 然後得出來 梅染坊 做例子 我們這件事的成本 是賺到 或者是你滿意沒有 非常滿意 是必須的 這個是我們的工作來的 這個是我們的工作來的 你說 梅染坊 你對我來說 是很滿足感 都很大的 口味 還有香港人繼續做 我們的香港電影的時候 然後我們怎樣 我們有必要融入去 很多市場 包括內地 我們有什麼 怎樣可以融入 然後保留到自己的性格 我覺得 你問我 我會鼓勵大家 你拍回香港的香港電影 你拍好香港的香港電影 這個重要 這個好的電影 我這麼多年 我都是講這件事 我從70年開始 80年開始 我都覺得 是好的電影 自然可以融入 好的伊朗電影 好的印度電影 都可以融入香港市場 我覺得可以了 不是說 叫個印度 叫阿米坎來香港拍部戲 就等於融入香港 我不相信這件事 所以你問我 自己就說 香港電影 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 因為我做過 我成功過 成功在哪裡 其實不是這幾年都成功 成功在我們旁邊的廣東站 梅艷芳 我剛剛講了 香港收7千萬 大灣區收8千萬 獨屍大狀 香港收億幾 大灣區收億幾 是啊 東北海爾濱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就沒有人看 等於很多戲 不一定要他們看的 但是我們有特色 但是我們這個 因為廣東有很多人講廣東話 他們這麼接近 他們還是熟悉香港文化 他們經常來 所以你問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香港電影 是非常有 我現在都繼續拍 我們繼續也有拍很多 如果有好 但是必須好 你必須好 你明白嗎 因為《少年日記》賣得不太好 不太灰心 其實在大灣區裏面的都不錯 但是你說不好 在北京哈爾濱不好 不要緊 他們不熟悉香港 你香港這個 我們叫香港情懷 這些事情是正常的 就是這樣 必須繼續做這件事 你進去裏面的時候 我也鼓勵大家 你有本事你進去拍 現在前幾年 很多香港工作者進去裏面拍戲 很多 Peter Bow 現在中國攝影師 中國最高 現在隨刻分成盤盤盤盤盤 躲起來 你也有本事 但是你不要以為香港電影做 這件事是 我們香港電影拍回我們香港人的題材 然後面向那個可以在一個 相對大的廣東話語區的市場 正好 這個是基本 這個基本 有本事的話 你有本事的話 你可以去得更遠 我們這次分成 未上 已經賣了12個國家 他們喜歡和好奇的地方是甚麼呢 他們好像是發達國家的垃圾 居然走到香港 關於關於這些集團式去偷運電子垃圾 這個沒有見過 這個題材西方東美八角 很有趣 很少和台灣都一做麥做 同步上 這件事算不算是 你說過了 繼續為香港拍大片的重要性嗎 大家就要創新 你肯創新 分成去到這麽大投資的大片呢 用劉德華是否近乎是一個必須呢 都必須的 因為我們的野心 台灣都是因為劉德華買的 等於我們拍臥虎的 我也希望這個戲走遠一點 我也希望大家對於香港電影不要那麽沒有信心 我們覺得香港電影是可以走得更遠的 其實我很期待什麽呢 其實我很期待陳可新 我很期待徐克 回來香港拍戲的 我很期待的 當然最希望就是王家偉 是不是 這個 因為他們是有能力把香港電影帶得去遠一點 很多人做電影都會很單純 為賺錢 為出名 為很多東西 我見到你的感覺就是 你真是很喜歡電影 為電影付出很多 其實某程度上 你把那麽多電影 不同類型的電影帶來香港 你對香港好 你對香港其實有什麽感情的 不知道呢 我覺得正常我都是一個普通的其他香港人 我不覺得我是特別和什麽的 我自己都是覺得我是一個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 都是很有歸屬感的感覺 我計劃一些工作 我都會回家的 我又很少去那裏 在那裏買房子那裏住 因為就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 我是一個很平常的香港人 覺得 有沒有要回家 晚上回家吃飯 都是這樣的事情 我不覺得有什麽特別 說 more than that 正常 我覺得 反而你剛才說的 我有些不是太同意 香港只有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相信是的 是 只是 我覺得 香港裏面是很多人 是 商家好 什麼好 是對文化這件事 是很有興趣的 尤其是這陣子的房地產 刺激了大家一下之後 他們覺得 是不是房地產 一定是最有什麼 我覺得是好 他們很想的 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清晰的路徑 他們做這件事 還有有清晰的人才在那裏 我覺得 很快就可以回來的 但是很少老闆去到說 帶入宮崎駿來香港 這件事真是很難得 還有 這樣去不計成本 去營運白路而電影中心 這件事真是很難得 是的 這件事不要再說 應該說 能夠在 2025年後 居然有些人可以做這樣的事 因為現在的年代 已經不是那個年代 我個人都是認為 我們做電影人 起碼我自己 我盡量都不會錄背 在我以前的 你問我很多東西 關於我以前的電影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這個很危險 我覺得 如果我去判斷拍什麼戲 我都拿回我以前的成績出來 我會很擔心 我會很失敗